女人被推到柜子上,一针神秘的绿烟过后,意外成为厉害的绿巨人,男人拿起垃圾桶盖,变身成美国队长,钢铁侠手拿喷火枪,再戴上一顶三级头面具,轮到雷神更是离谱,就这样复仇者联盟正式成立,他们的对手是一个抢劫犯,眼瞅着大战一触即发,可雷神之锤的锤子被轮飞,直接把美国队长的大门牙干掉,手里的盾牌离家出走,正好打中懵圈中的绿巨人,不小心拉下开关,把棚顶吊着的 纱带打下来,直接把钢铁侠带飞出去,谁知掉进一个木箱子里,把里面的炮胀点着了,结果把刚修好的巴黎圣母院,又给点燃了,原来陈好是个演员,这天他意外出了车祸,竟把自己给撞失忆了,他打电话报警,却不记得自己叫什么,看到身边一马带钞票,里面有一把小手枪,还有一个蝙蝠侠面具,男人瞬间蒙圈了,他以为自己是个劫匪,于是赶紧挂断救援电话,陈好赶紧下车四处查看,结果从后备箱里发现一具尸 更可怕的是,他的车撞到了一家银行,眼看警察近在咫尺,陈好赶紧拿上钞票,夸得翻过半米矮的高墙,他在树枝上,这才躲过警察搜捕,这时一只小蜜蜂飞到他鼻子上,他赶紧跳下来,结果马蜂窝直接掉在警察头上,慌乱中警察扔出电击枪,酷吃跳进了湖水里,陈好好奇地拿起来查看,却意外射中另一名警察,俩人全掉水里了,电流瞬间蔓延开来,可怜的鸭子直接蹬腿,领了热乎的盒饭, 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陈好扔下腿就跑,来到没人的地方,他发现外套里面穿的是蝙蝠侠战衣,这时手表里出现一段视频,管家向他介绍升级后的战甲和装备,还告诉蝙蝠侠,自己的妻儿已被小丑抓走,赶紧准备两亿现金来赎,看完视频,他更加坚信自己就是蝙蝠侠,于是背上书包,直接就冲了出去,很快陈好搭乘女记者的顺风车,但路上遇到劫匪抢银行,女记者想拿到第一手资料, 女记者被劫匪控制起来,陈好见状大事不妙,于是他赶紧下车,缓缓拉开外套的拉链,化身成正义的使者蝙蝠侠,他使劲敲击车窗,让劫匪赶紧放了女记者,谁知劫匪根本不怕,两人直接干了起来,甚至酷酷对他连开竖枪,神奇的是男人竟然啥是没有,趁着劫匪一脸蒙圈,陈好捡枪想要还击,却被对方直接扑倒在地,女记者急得团团转,想要下去帮忙,结果怎么都下不去, 女人想要下车,结果被车门撞到脑袋,他不甘心地想从天窗爬出来,可是下一秒,他的脑袋再次被击中,几次尝试后,他从后备箱钻出来,本想缓缓神,结果, 男人的车也不幸中枪,很快劫匪处于上风,突然出现一只蜜蜂,竟然钻进劫匪喉咙里,此时他想到战甲功能,于是赶紧喷出迷雾,劫匪哭吃倒地上领了盒饭,陈好拎起钱袋子,开上小车就跑了,这把劫匪头目气的胡子都长了,两人逃到树林里,刚要交流一下,没想到坏人快速追过来,两人决定兵分两路,女记者躲进充气球里,男人则强行从木架里穿过, 结果背景强坍塌,可把一群小孩害惨了,而记者这边也被坏人发现,慌乱中他不仅碰倒了路人,把对方变成了蓝精灵,可下一秒自己就发生了意外,看到女人问题不大,陈好择一脚由门离开,准备去找恐怖分子小丑,来到坏人的老巢,发现钢门被铁链死死锁住,他伸出手臂发射蝙蝠钩锁,结果战甲瞬间被扯掉袖子,没办法,他只能费劲地翻过高墙,接着他打开电表箱,准备切断监控设备 结果院子里的喷泉突然启动,男人瞬间被电飞出去,好在身体并没有受伤,经过重重磨难,终于潜入到小丑的别墅,想要给他致命一击,可这时,灯光突然亮了起来,原来今天是小丑演员的生日,陈好瞬间猛圈,也站起来跟大家一起鼓掌,更让他猛圈的是,他印象中的老婆,竟然跟小丑好上了,这让他心里五味杂陈,还好在小丑卧室里,找到了自己的认为的儿子 于是先把男孩扔下来,自己再从二楼跳下来,走时还不小心按下放水开关,等亲爹赶来,差点领了盒饭,而陈好也成了通缉犯,他想把男孩藏进一座破房子里,但就在开锁的功夫 男孩竟被一只老鹰叼走,失去老婆孩子的陈好走在路上,突然对面冲出三个人,直接把陈好绑走,随后把他带到了片场,想要告诉他真相,可陈好根本不想听 失手把安娜推到货架上,结果把娜姐染成了一身绿 你是出车祸丧失了记忆,随后娜姐拿出剧本,以及陈好的手机,随着翻看里面的内容,陈好慢慢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然而就在这时,劫匪老大突然出现,眼看他要射击,陈好立马发射钩索,将对方的手枪打飞出去,但坏人不屑一顾,表示一个响指就能把他们打败 随后男人向同伴使个眼神,安娜库痴扔给他一把锤子,同伴眼镜健壮,拿起一旁的垃圾桶盖,卷毛手拿燃气罐,头戴炫酷的面具 就这样,复仇者联盟正式成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可斧头突然被甩飞,直接把美国队长的大牙干掉了 而他手中的盾牌脱落,直接打中绿巨人面门,绿巨人又不小心拉下开关,沙袋从天而降,意外将钢铁侠打飞出去 关键时刻,陈好挺身而出,两人立马扭打在一起,结果两人力量悬殊,陈好瞬间被坏人制服 坏人重重给他一拳,男人直接倒了下去,眼看就要凉凉,结果竟是舞台道具 愤怒的男人一把抱住劫匪,直接撞上高墙 等大批警察赶到现场时,劫匪已经被死死地绑在柱子上,而几人早已离开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只巨手从天而降,陈好瞎地拼命逃跑 紧接着爬到巨人的咸猪脚上,不停求饶,可巨人并不想放过他,铁了心想吃人肉馅饼 幸好小伙反应快,及时从脚底钻出来,眼看巨人不讲武德,非要置自己于死地 小伙于是有个大胆的想法,觉得巨人身材如此高大魁梧,根本不可能被一个小瓶子装下 面对小伙的质疑,巨人气得脸红脖子粗,而男孩表示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相信 巨人为了让陈好心服口服,竟然现场掩饰了一下 小伙眼看轨迹得逞,便迅速跑向瓶子紧紧堵住瓶口 对着巨人就是一顿嘲讽,巨人这时才觉得自己上当 但已经为时已晚,就当男人要把瓶子扔掉时,巨人顿时慌了,立马跪地求饶 说只要男人饶他一条小命,就帮他实现三个愿望 并且发誓如果违背誓言,将会遭到天庭的惩罚 于是男人决定相信他一次,巨人感动地磕了三个想头 并感谢他八倍祖宗,紧接询问小伙的愿望 此时小伙已经饿了三天,只想吃一顿热乎的烤肠 巨人小手一挥,立马将香喷喷的烤肠,端到小伙面前 不得不说,味道还真不错 紧接着,巨人又询问剩下的愿望 小伙想了一年,决定寻找失散多年的兄弟 巨人却说想找到哥哥,需要千里眼才能看到 随后,巨人将小伙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起身飞向天空,吓得陈豪紧紧抓住巨人的头发 他们飞过刀山穿过湖泊,来到一座神秘的大山 山顶有座阿里神殿巨人推开神殿的缸门 把小伙放进神殿里,陈豪抬头一看 那颗千里神眼就在牵手大神的额头上 这时巨人大嘴一吹,小伙便飞到大神脚下 随后,陈豪拿起一把武器 发现墙壁上有个巨大的蜘蛛网 而且,蜘蛛网上还有一只可怕的蜘蛛 可千里眼就在蜘蛛网的上方 陈豪只好顺着蜘蛛网往上爬 但是蜘蛛网的震动惊扰了蜘蛛 蜘蛛便向小伙发起攻击 由于蜘蛛过于强悍,陈豪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小伙拉着蛛丝向下滑 而此时,蜘蛛却从身后袭来 小伙看准时机,一刀砍断蛛丝 蜘蛛成功领了热乎盒饭 扫清一切障碍后,陈豪顺利来到千里眼跟前 当小伙去下千里眼时,瞬间一片漆黑 陈豪赶忙呼叫巨人帮忙 巨人立马将陈豪抓了出来 随后通过千里眼发现了哥哥的踪迹 小伙便向巨人许下第二个愿望 让巨人带着陈豪跋山涉水 很快兄弟二人再次重逢 哥哥告诉小伙一直都想找到公主 原来哥哥跟公主一直十分恩爱 不料却被奸臣所害 陈豪立马拿出千里眼宝石 发现公主来到奸臣准备的蓝玫瑰面前 只要公主闻一下就会失去记忆 这样,奸臣就会如愿得到公主 看到这一切的哥哥 瞬间废子都要气炸了 为了帮助哥哥小伙许下最后一个愿望 哥哥瞬间消失来到宫殿 而赤手空拳的哥哥根本不是对手 而看到这一切 陈豪气得随即摔碎了宝石 紧接着地动山摇 陈豪面前竟出现无数帐篷 小伙走进帐篷 众人纷纷跪拜称他为王子 猛逼的小伙瞬间蒙圈 还笑着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而长者却说已经等了小伙两千年 随后拿出神弩说 可以帮助小伙铲除邪恶 然后交给陈豪 紧接着又指向一旁的飞毯 说只要站在上面就带你去想去的地方 随后陈豪坐上飞毯来到宫殿 发现正要准备处决哥哥 小伙举起神弩朝柜子手射去 紧接着骑着飞毯救下哥哥 奸臣眼看事情败露 便骑上宝马准备逃跑 而此时陈豪拿起神弩 朝奸臣苗去下一秒 奸臣成功领了热乎盒饭 哥哥也如愿地跟公主在一起 陈豪也当上王子 如果你捡到漂流瓶 想要什么愿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花盆里长出迷你小人 这也太可爱了 女孩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赶紧交上生命支援 小人嘘嘘嘘长得更快了 再把小人放在窗台上 经过7741天的暴晒 小人就会变得更加强壮 没过几天就能轻松举起200斤的杠铃 经过不断地练习 徒手就能拉动发动机 到了晚上 有的小人在勤奋学习 有的小人在练习棒球技术 球技步行的小人 女孩还在一旁陪着一起练习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天出现个西装男 手里也捧着迷你小人 那么这些小人从哪里来的呢 就在刚刚的一个月前 女孩买到棒球员种子 她把口袋剪开 把神奇的种子种在了自家的花盆里 让她想不到的是 很快花盆里就钻出了几个棒球员 而这个男人向她发出挑战 为了赢得比赛 棒球员不仅晚上练习 就连白天也不睡觉 时时刻刻都在训练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女孩带着小人们一起看萤火虫 可第二天女孩起床 发现迷你小人都不见了 女孩急忙四处寻找 让她惊喜的是 迷你小人全都长大了 变成长相哇塞的棒球员 他们信心满满去比赛 而对手也非常厉害 不仅眼睛能发光 就连发射出的球 也像炮弹一样 还好被咔嚓接了下来 最后轻松赢了比赛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有这种神奇种子 你最想种出什么呢 别的都是扯蛋 我最想种的就是马内 脚丫子肿成了小笼包 男人疼得哇哇直笑 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司机赶紧上前道歉 并好心地带她去医院 可脚又被车门夹了 等司机转头一看 妈妈咪啊 小脚已经肿得比沙发还大 疼得男人笑得更厉害了 这不是个傻子吧 谁知又被司机压了一下 我的妈呀 还好司机身材偏瘦 可接着又被车窗夹了 男人疼得张大了嘴 眼睛都要笑眉了 这下原本就肿的脚 就变得更肿了 无比疼痛的男人 还是不慌不忙 依旧开心地哈哈大笑 小脚丫后座都放不下了 只能伸在了外面 司机被这一幕惊呆了 下得赶紧开车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脚丫不断地撞击大树 并且快速地慢慢肿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遥远的刚刚 男人想打车回家 结果车咕噜库 吃压了男人的脚 等司机跑下来查看 却直接愣在原地 四十码的小脚 已经胖了两圈半 后来又被车门夹 又被车窗夹 男人疼得笑得不能再笑了